大家好,这里是汪哥说电影,我是汪哥,我们今天来看电影《梦》的第五个故事,梵高。 一个年轻的画家在欣赏着绘画大师梵高的作品,没想到看着看着,他竟然进入了其中一幅画里面。 年轻人向河边洗涤的老妇询问梵高在哪里,老妇指引他说梵高从桥头走了,还提醒他小心梵高,因为梵高住过疯人院,说完一众妇人全部轰然大笑起来。 只有年轻人知道梵高的伟大,他不理会妇人们的嘲笑声,静止往桥那头跑去。 经过了缤纷的花海,年轻人来到了一片麦田里。 在那里,他果然看见了正在绘画的梵高,此时的梵高已经失去了一只耳朵,年轻人十分尊敬地上前打招呼。 梵高却反问他为什么不画画,这么美的景色让人无法抑制绘画的冲动。 说完,梵高又开始陷入绘画当中,可是因为年轻人的打断,让梵高作画的时间所剩无几。 他开始焦躁不安,年轻人又询问他的伤势,梵高却没有时间和他闲谈,因为太阳在鞭策他绘画。 说完,梵高转身离开了麦田,年轻人抬头看了一眼太阳,听见了火车的轰鸣声。 在转头过来时,梵高已经没有了踪迹,他寻着太阳的踪迹到处寻找梵高。 从白天找到晚上,从花海找到树林,从这幅画找到另一幅画,就是没有找到梵高的踪迹。 最后,他又回到了麦田,看到了正在走向远方的梵高,麦田里的乌鸦被他惊得飞上了高空,成了另一幅画作。 他最终没能追上梵高,而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导演的一个梦。 导演黑泽民从小就喜欢画画,曾经想做一个画家,所以梦见了梵高。 同时,梵高在当时不被人理解,他的杰作几乎都是人生最后几年创作的。 这些经历和黑泽民也十分相似,所以这个梦其实就是借助梵高来体现导演自己的人生。 他的人生和作品不被人理解,但他没有去和人解释或者闲谈。 他在与时间赛跑,只想鞭策自己往前。 而电影中年轻人追逐梵高的画面,或许也在表达导演以梵高为奋斗目标。 所以,总的来说,这是一个鞭策自己努力的故事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,咱们下期再见。